深深感谢祖国 首批从乌克兰撤离的中国留学生 4号在罗马联亚搭上第一班撤侨班机返国 中国电视台派出记者随行采访 今天搭乘包机回国的人数大概为480人左右 将分为两架包机 目的地分别是杭州和郑州 大动作官宣就是怕被说是撤侨不积极 但其实还有许多中国人还受困当地 尤其苏美市 微博上有人分享影片 百名留学生戴着口罩 全脊在密布通风的避难室 客难打地铺睡觉 发文求救 附近的车站桥都被炸了 物资撑不了多久 目前无法撤离 留学生求助我们只能在网路哀嚎 但消息一转发 却立刻被删文封锁账号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想寻求国家的帮助 就是我一遍一遍给你们打电话 真的是我要崩溃了 先前就有中国留学生 在微博上公开自己和大使馆 求救的九分多钟的通话记录 控诉自己受困基辅 多次向中国使馆求助 不但无法搭上撤侨专车 还被要求要自行撤离 你只是让我们自行撤离 自行撤离 但是我就不知道 天天在微博上说 国家与我们同在的那些人在哪里 但留学生的控诉 反而被中国网友检讨 中国政策不容被指引 反而靠大内宣粉饰 撤侨行动 招聘慢本牌 也让无辜侨民留学生 陷入战苦威胁 三连新闻余德新闻老庭 综合报道